在工业仪器的市场中 我们总会特别关注那些 功能精良且价格低廉的设备 尤其是身为小资一族 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 随心所欲的就为我们的工作做 添购那实验室等级 动辄一台国产车价格的设备 然而我们今天就要来介绍一台 多功能堪比瑞士刀 实用性又几乎涵盖了 整个电子基础的领域 这台设备的真面目呢 就是 ADALM1000SMU模组 那这个模组的完整包装内容呢 包含有 一条USB线 以及一些杜邦端子连接线和插销 盒子上是一个教授在教授的电子学 背面标注着类比技术无所不见 动手学习现实世界中的量测 这个模组本身在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我第一印象就是感觉它比我想象中来的有质感 这可能是因为它本身所附带的两片透明压克力板所营造出来的效果 所以说它这样封装的目的 应该是为了减少接点短路损坏电路元件 但其实我更满足于它所带来的美观 而底部有四颗橡胶角座 从最上层的螺丝贯穿所附 感觉就是个非常坚固的科学模组 因此我们无需在额外加装任何铜柱或支架 就可以直接连接到我们的带车物开始进行实验啦 不过在实验之前 我们得先了解一下这个模组是个什么东西 ADALM1000模组 其产品类型是Source Meter Unit 简称SMU 其中Source代表电源供应器 Meter代表三用电表 而Source Meter就是把这两者合而为一 模组本身采用单面打键 而且它的电路结构安排的相当紧密 我们从模组提供的接口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功能包含两组 可以输出电压或电流的讯号产生器 两组讯号量测的输入接点 三组直流电压输出 以及四个Digital I-O Port 现在我们就用模组的Source功能 来点亮这两颗LED 并进行简单的量测 稍微测试一下这些接点的基本功能吧 我们就先从零件盒上随便挑选两颗 组织不同的电阻 然后把它分别接在CHA和CHB的输出接点上 再接上LED 然后把它接上电之后 LED还是呈现熄灭的状态 代表这个时候的输出接点是没有输出讯号的 这也是正常的 现在我们需要开启它的操作软体 来进行一些简单的控制 官方提供M1K的操作软体基本上有两套 一套名为PixelPulse 2 另一套名为Alice 为了简单起见 我们就先采用PixelPulse 2来做一些实验 要安装这套软体 我们可以先进入官方的产品页面 然后点选这一个软体 从这个页面里面 我们找到PixelPulse 2这个项目 然后下载最新版本 它就会把我们带到Github的页面 让我们自己寻找适合我们作业系统的版本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安装这个软体 基本上全部使用预设值 一直下一步就可以了 下载安装完 桌面上应该就会多出这个PixelPulse 2的图示 点两下打开 因为这套软体它有自动侦测装置连接的功能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模组连接上电脑的时候 这套软体应该就会自己把使用者界面带出来 现在我们要透过这个模组来控制我们的LED 首先我们把两个Channel都设成 输出电压量测电流的模式 然后设定电压讯号的形态为正旋波 接着我们调整这两个蓝色小点 把讯号的峰对峰值设定成0到5V 然后频率大约是1赫兹左右 然后我们让这两个通道呈现反向的关系 然后执行 我们看这两颗LED就开始交替闪烁了 因为我们一开始设定的是输出电压量测电流嘛 所以我们现在把电流的刻度调小 就可以看得出来电流的波形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电流波形 其实都只有正半周 这是因为LED本身的VF导通电压所造成的 当施压的电压小于VF电压的时候 二极体就会截止导致电流为0 而发光二极体依不同颜色会带有不同的VF电压 一般都是2到3V左右 我们现在把M1K的输出模式改成 Source电流量测电压 然后电流波形为赛波 正幅0到5mA 然后Channel B直接量测二极体的电压 我们就可以看到 CHB的电压大约在1.7到1.8V之间波动 这就可以看出 二极体VF值是会随着电流大小而变化的 然后CHA的电压 为5mA赛波电流流过电阻加二极体的电压 因此如果我们把CHA和CHB相减 再除以电流就可以得到电阻值 所以说像这样一个简单的实验 我们透过实际的设备连接 也可以轻松的做到 然而考量到在这个实验中 至少需要一组电压或电流的Source 一个电压表 以及一个电流表 以及这之中一大堆凌乱的连接线 我们使用M1K模组 是不是来的简单又整齐的多 然而ADALM1000的功能可远不止于此 除了视波器和讯号产生器 它还内建了平谱分析仪 主抗分析仪和波德图分析仪等附加功能 不仅如此 以上我们所说的这些 基本上都配备了两个通道 加上一些内部的开关切换 所组合出来的变化 依照作者所说的 他们用这样的架构 几乎可以组合出上百种不同的应用 这种丰富的功能组合 使得ADALM1000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工具 而是一个多功能的实验平台 那么现在 就让我们用它来进行更进一步的实验 来探索它更多的可能性吧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M1K的基本规格 其中它除了标示电压的输出范围为0到5V之外 电流输出是正负200mAh 这是个有趣的功能啊 输出正200mAh不稀奇 就是帮电池充电嘛 但负200mAh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代表着它可以对带车物抽取电源 这可是一种称为双向电源供应器才做得到的功能哦 也就是说 它可以操作在电子负载的模式 我们就拿这颗马达来做个实验吧 我们以一般的正电流供电时 不论正着接 反着接它都能正常运转 顶多是运转的方向不太一样而已啊 而对电源供应器来说 它始终都是供应着正电流 那使用负电流呢 接通后可是没有任何电流流通的哦 这是因为马达本身并不带电啊 而模组内的负载需要一个带有电能的外部装置和它连接 才会产生电流流通 我们现在把外部装置改成使用电池来供电 它就能为我们的负载提供足量的负电流 那这就是俗称SYNC电源的第二向线电源操作啦 最后我想来谈谈 购买这个AD ALM1000模组 对我来说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这个工具是由一位名为Dog Mercer老先生 作为主要的团队顾问所研发打造的 其产品设计不仅精简而且应用灵活 可以体现出Dog老先生一身研究成果和他所投入的心血 而因为产品定位为培养新一代电子工程师的学习工具 因此采用完全open source的方式 包含电路程式扩充板及所有相关资源全部开放 而不像是一般商用产品一样 任何的设计都属于机密 因此学生得以用最短的时间继承产品的研究精华 这已经几乎等同于电子世界的九阳神功秘籍了 更重要的是这本秘籍不用拼上性命去夺取 只要您一个月每天省下一杯星巴克的钱就可以买到 如果您有志于从事电子事业 能不多花点时间来了解这个产品吗 最后我们看到模组上的文字 Ahead of what's possible 领先一切可能 我再补充一句勇于探索未来 相信这个模组就是现代学习电子工程最好的敲门砖了 献给热爱工程的您感谢您的收看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赞分享 我们下部影片见啦 拜拜